八点当女星苏燕佩出演过多部本土剧 像是龙飞凤舞多情城市市井豪门市民市当家花大之一 加上我的婆婆怎么那么可爱儿苏炳爱一脚爆红知名度大开 近日她迎来36岁生日和圈内好友合体庆生多位女星美貌令人惊艳 让网友们直呼根本是仙女组合眼睛大师冰淇淋 据It Day报道苏燕佩剪了一头利落短发 穿着白色平口上衣露出漂亮肩线和锁骨 被好友白家琪楼心童芳心促勇 她开心的左勇右抱 感谢闺蜜团帮她过生日 珍惜当下此刻就是永恒 天佑台湾生日快乐 不忘替震后的台湾祈福 照片里白家琪也身穿黑色小可爱 大方展现出火辣好身材 画面相当扬眼 白家琪感性祝贺苏燕佩 谢谢你的善良让我在许多时刻有坚持下去的勇气 因为我知道我并不孤单 相信总有一天会有一个人知道你所有的好 并且用尽一切去守护你的好 期待那一天我们都要一起见证你的幸福到来 廖家仪秀兰玛雅黄露瑶李佩玲等人也都送上祝福 目前仍单身的苏燕佩曾和大12岁男星王健妇相恋 两人因合作幸福来了结缘 虽然南方离过婚还有个念国小的儿子 但苏燕佩并不在意反倒是女方家长不赞成 过去他曾是叹性开玩笑的问不然我们去公正结婚 没想到王健妇一时吓到让他像是被泼了一桶冷水 当时苏燕佩身边的姐妹们都已有了好归宿 他难免觉得孤单低落 最终他们结束了这段五年恋情 至今仍保持好友关系 私下还是会约吃饭 我的婆婆怎么那么可爱 最近刚杀青 苏燕佩坦言 自己和角色状况类似 明明漂亮却没人追 虽然渴望爱 但难免却不 或许自己的问题很大 可以用观众角度看并爱哪里有问题 新的一年 他希望能遇到好桃花 不排除闪婚可能 但得先遇到再说 仔细 点赞 微信 浅 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